看看新闻榜 你跳到这舞蹈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有些是觉得很崩溃呢 他讲完了完了完了 没有这种感觉 其实我就觉得 就反正本来也是来挑战的嘛 而且我觉得我最认为就是说 这种舞蹈 如果学习努力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去完成的 但是具体完成的怎么样 这个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 应该每个舞蹈都应该 做好心理准备去挑战它 你当时 吴郭少达到以后 就是觉得自己跳得怎么样 这次发挥 我觉得跳挺好的 他们也说我跳挺好 对我也觉得跳得 说实话就觉得跳挺好 那评委当中 其实也有不同一点 有评委觉得你其实你 就是小春老师 我觉得好像 你觉得是不是有点不甘心 我没有 其实就是说 因为这个每一场 出来的这个形象 从每一支舞蹈展示出来 可能评委老师 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我们当然是希望 就是说思维评委老师 都给我们最高的评价 让我们就是一起通过 但是呢就是说 我觉得我也做好准备了 就是说如果说 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也去接受吧 因为要我伍伴来了 郭少达刚才 你看也很激动啊 为什么你在听评委讲话的时候 就哭了 我看你就流眼泪 是什么原因 因为今天有点激动 因为刚才我们很好的 火灯飞他们一下四票 然后就特别开心 然后我就在下面 就挺激动的 然后上去嘛 又这两天又很累 一下心酸不辣 全手不上心头了 而且今天就是 我老公也在现场了 原来每次我老公都是 给我帮忙我弄弄 他就走了 工作很忙 然后这次 他也第一次在现场 然后就有点激动 老公觉得你跳得好吗 那是 好啊 老公很害羞啊 觉得你跳得好是吗 那之前有没有想到 就是之前有没有 就是设想过自己能够全票通过 因为我刚才问小欧 他说 他觉得自己去的时候 就是自己奔四票全过的 那个状态 你们俩那时候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因为每一组选手 肯定就是说实话 留在现代的选手 实力都不相上下 都很都很强 那么每一组出来 应该都是奔着四票去的 但是这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控制不了 平美的想法 也许就是说 我们做得还不够好 所以说没有得到四票 观众投票的感 就是感受怎么样 因为最后你们 决定你们的那个去留 是由观众投票的 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其实观众不懂舞蹈 他们不是穿越学舞蹈的 他们凭什么来决定 我们的去留 你们觉得这个赛制 由观众后来投票 你觉得对自己来说是 因为一开始对这件事情 我也很痛苦 然后后来也算是 别人提醒到我 就觉得 就是你跳舞是为了什么 我后来就想 我以前比赛 跳舞就跳个评委看 然后我跳舞剧 也是都给圈内的人看 只有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突然觉得 我是跳舞是为了观众 就是我作为演员 这么多年 我挺自责的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 为观众着想过 我觉得应该 就是只有在这儿 比赛的这个环节 让我去动脑子 想问我跳什么样的舞 观众会喜欢我 我跳什么样的舞 观众会给我 然后我突然一下就反思 为什么我们舞蹈 就没有市场了 就是其实就是因为 连我们这样的舞 做了十几年演员 我天天都不想 观众喜欢什么 反正给我安排什么舞 我就跳什么舞 就自己跳好了 就不管别的了 其实这是错误的 我们为了打开市场 是一定要从演员 开始就动这个脑子 一定要让市场 去接受我们 我们要培养更多的舞 就是不是跳舞的人 来做舞蹈的粉丝 这样我们才有市场 我们舞者才更有前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